接下来我们来练习一下 利用斜接突圆的方式 我们再来做一下我们曾经做过的这个门框 我们曾经是用边线突圆的方式做 那现阶段如果我想要用斜接突圆的话 我该怎么去把它完成 好,一样是1000x600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大小 我们可以开一个新的零件档 好,机材突圆薄板页 好,比如说我选择前击准面 中心矩形 然后尺寸标一下 1000x600 好,板筋厚度给它1mm 接下来我们要画出我们想要的这个外形结构 直接类似扫出的一个概念 150x20 好,我们来试一下 我可以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档案里面来 好,我会选择草图 建一个新的草图 好,我可以选择这个面 然后呢,在这个边线上 拉一个这样的一个造型 好,这个地方是50x50x20 不需要替它做导圆角 好,完成之后 再利用它选择我们的斜接图圆 它会立刻帮我做出我们想要的结果 然后再去选其他的边 选择其他的边 选择其他的边 好,它会帮我们在交接处 会帮我做一个修剪 然后进而得到一个我们想要的结果 那凸圆位置 同学可以自行去选择 好,看看你是选择需要在材料内 还是需要在材料外 好,可以自行去做决定 好,然后呢 它的缝隙距离 假设给它0.2 好,这个时候选择确定 这边的预设半径 如果说你觉得太大了 你也可以把预设半径取消 自己去做一个调整 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这边同学可以试一下 完成 就可以得到我们这样的一个 门板的一个结构 有吗 好,试一下